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的影片要來說玩動森時大家覺得很不方便 希望之後能更新改善的地方 我在IG上面有募集了大家的回答 大家也回覆的非常熱烈 看來大家都積怨以身了 那我挑了五個比較多人提到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是哪些問題 首先是幾乎有一半的人都在抱怨的問題 那就是服飾店的更衣間沒辦法一次大量買進衣服 有時可能進去裡面想同時買兩件上衣 就必須要出入兩次非常的不方便 而有時候你想要買一系列全套的衣服就更麻煩了 像是魔法少女裝就要出入好幾次才能買齊全套心會很累 服飾店還有一點也是個問題 就是我們買完衣服沒有馬上穿走的話 他們就會很貼心的幫我們把衣服送回家 但有時候我們只是想買來送給動物居民們不是要穿在自己身上的 衣服還是會被送回房子的唷 買完後我們還要回到自己家的衣服堆中找出剛剛買的衣服出來 才能再送給動物們 真希望能有一個直接帶走但不穿走的選項 接下來這個問題也是有非常多觀眾提出 那就是設計格不夠用 這一點在我的每一集防島影片下面留言都很常看到 因為我的防島影片也都會附上島主使用的設計號碼 供大家參考使用 但很多觀眾都表示說他們想用但已經沒格子了 特別是有的設施想要製作就會佔用非常多的格子數 像是籃球場光是畫那些線就要用掉好多格 或者是像我島上使用的田也要用掉九個格子才能做出來 還有之前我也有一部影片教大家怎麼利用我的設計來做動物煙火 十個動物也要使用十個格子 很容易就不夠用了 除了設計格不夠用 再來也是不少人也有提到的一點 那就是收納空間不夠用 一棟房子貸款全部繳完能收納的最大數量為1600格 而本座登場的家具 服飾再加上壁紙地板跟地毯的數量 1600格是完全不夠用的 更別說是為了DIY平常你還要積一堆素材在裡面了 像我是很喜歡買衣服的人 我的房子永遠都是爆炸的狀態 還需要再開附帳號再繳一次房貸才能再多1600格 而且有時候你島上要佈置就因為 某些東西你可能放在2P或者是3P的家裡 就還要切換來切換去 超崩潰的 接下來也是改島的時候大家很容易遇到的問題 就是改島的時候讓人心很累啊 因為我們在挖山壁還是挖河川的時候沒有提示位置 大家也不知道我們現在正要挖的是哪塊位置 就只能憑感覺 這樣很容易不小心就在原地蓋了又挖掉 挖了又蓋 邊邊的話有時候挖掉它會變成一個圓角 我們就還要再挖一次再蓋一次 改島就很累了還要這樣子被對待很容易血壓就上升了 最後也是超多人提到的 就是各種需要A鍵連發的問題 像是商店好不容易賣書了 為了製作書架要大量過路就要一直按一直按 或者是留心於許願的時候 也不知道哪時星星會掉下來就一直按一直按 還有大家都超有感的就是DIY在做魚兒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能選擇要製作的數量也只能一直按一直按 都擔心A鍵要爆炸了 現在只要有我們鼓勵的Pro手把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啦 這手把雖然沒辦法幫你一次買很多件衣服 也沒辦法幫你擴充格子數 可是它有自動學習功能 最常可以記錄你10分鐘內的所有按鍵指令 記錄後只要按下一鍵 它就會自動重播你所記錄的指令喔 讓你可以喝咖啡吃甜食還一邊改倒喔 手把按鍵還附有連發與自動連發功能 設定成自動連發後 你可以在製作魚飼料的同時 把手把放在旁邊用平板玩些小遊戲 甚至在流星雨的夜晚 放著給它許願到早上 200顆流星塵就無痛達成 不用再怕A鍵被按到爆炸啦 另外手把也同樣支援感應Amiibo卡喔 所有玩動森的人都應該買一個回家用了吧 五項討厭的問題至少解決了兩項對吧 詳細的說明與連結請看說明欄喔 那今天的影片你以為就到這邊結束了嗎 在影片結束前再看一看我努力拍的這段示範影片吧 鼓勵藍牙發射器 超小超薄的一片不佔任何空間 除了能搭配藍牙耳機使用外 也可以用在藍牙喇叭上 讓你能貪婪的享受各種遊戲音樂 而鼓勵的PRO手把 逆進按鍵記憶功能 能夠記錄長達10分鐘的指令 不管是造山開河還是鋪路 枯燥的重複指令就全部交給他 我們在旁邊喝咖啡兼工就可以了 手把還有連發與自動連發功能 面對製作大量魚飼料時 再也不用擔心A鍵要被按壞 或者是按到扳機紙了 流行魚的夜裡也可以放心交給手把自動許願 安心的睡覺了 鼓勵家推出超值優惠組合包 詳情請見說明欄 謝謝你 請朋友